大家好 我是互费矿子 今天我刚刚吃完我们公司的年夜饭啊 哎 今年我们公司年夜饭的时候 虽然气氛是蛮好的 明年的话可能项目也比较多 应该有七个项目七八个项目马上就要开始做 老板意思是上半年就要把这些都干完 其实我们公司其他几个专业的话 在这个优化上面就是软件优化 就是说编程啊这一块他们今年做挺多的 因为电器的话就我一个人在弄嘛 所以呢 我其实是有一点掉对了 我的速度的话还停留在五六年前吧 就是五六年前的设计速度 虽然的话因为大家在一个平台下 都要用那个三维的软件 我也把三维的内容也做进去了 现在的话我基本上也是在三维模型里面 建我做电器的工作 但是呢 确实我的速度上面 这些我基本上可能比以前的设计方法的话 可能还要再慢一点 虽然也没有被点名批评吧 但是确实也感觉到有一点可能 有一点差距了吧 跟他们来比的话 反正也蛮感慨的 然后老板也讲了 今天我们四个就是说 船厂都是支持我们的 包括很多人都是支持我们的 就是正常这个单子 我们应该是百分之百拿下的 但是算我们都是投标单嘛 最后的话我们 其实这四个单子之后都没有拿下 但是为什么在船厂大力支持 甚至船东对我们也很认可的情况下 这些单子我们为什么没有拿下 也说了一些情况 就是确实现在有很多新兴的设计院 就做船舶设计的 已经是超越了我们的水平 就是说至少超越了2019年我们的水平嘛 所以我们今年公司 必须把三维化 就是说做起来 也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吧 然后今年等我们把三维化的 这些东西都做起来之后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三维的 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两天 就可以把 就是说一条船的所有的参数 计算 这些全部都做完 然后并且可以就是说做到 就是说人家能够报价的程度吧 因为去年的话 跟我们合收关系特别好的两个船厂 他们今年的话 去年的时候就抛弃我们了 就是说去跟别的设计院合作 结果他们有一条 一个项目是报价190万 最后是190万美金 最后这条船做出来 亏了100多万美金 就是一个项目报价190万 最后亏了100万美金 自从这个项目发生之后 他们老板又回过头来跟我们合作 又回来了 今年也给了我们两三个项目 可能要明年开始做 但是整个2019年 对于我们老板来说 虽然就是说新接了很多的订单 但是呢 就是说四个公开竞标的订单 我们都输掉了 在船厂支持的情况下输掉了 确实也涌现出很多 比我们更先进的这种设计院吧 就是说确实也给我们这些 就是说以前领先的人上了一课 至少像我电器 现在肯定是全面落后的 可能按照我老板讲的那个时间点 我感觉我可能加班 才有可能完成吧 因为我们公司是从来不加班的 老板也不提倡加班文化 就是到点就走 按时上班按时下班 但是可能明年的话 我可能要加班 才能把那些事情做完嘛 我估计啊 虽然还没有讲 但是说起来我们肯定到时候会排计划 排计划的话 肯定我也是能完成的 但是确实老板讲的七个项目 上半年七个项目 就等于一个月一个项目 但是按照我自己知道的 现在正常的水平的话 应该是三个月左右 可以自己干掉一条项目吧 所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这也算是我们这个2020年的一个总结吧 就是说也反省到自己有很多地方是不足的 有个展望明年可能是更好的 但是明年的营业额肯定是已经很高了 因为我们已经签了七个项目 我们公司的话就八九个人 一年三百万左右的开销 一个项目的话差不多就要收个两百万到三百万 七个项目已经收两三千万了 我们肯定已经是盈利的很多 只要项目收什么大的披露的话 我们肯定是越做越好 老板也说可能以后开始要尽量给员工分红 毕竟好多人都跟了他也有十年八年了 但是也毕竟只有少数在上海买房了 也不能说完全靠公司买的房对吧 他说这样的话也确实是老板的一种失败嘛 所以说就是说现在公司开始往好的方向走 流程也走通了 已经完成了他2004年提出的设想 就是说提出的就是说对未来造船业的一个设想 他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设想 他就不用开这个公司做这一块的内容吧 所以呢 明年也许我也要加油了吧 我觉得确实一个人 有的时候确实也不能太安逸 我确实是太安逸了一点 很多时候都赏的比较少一点 明年的话我看看我电器能够怎么优化 尽量的话也不掉对吧 哎 这就是我明年的2021的新年畅想吧 也祝大家2021年可以过得更好啊 我是负票矿子 拜拜啊 这时候树很漂亮 拜拜